啟德區衛生盤供應重振 啟德區衛生盤供應重振 而由新世界及遠東發展的柏衛生一期亦即將開售 項目提供291貨 由約234至560平方尺的1至3房戶 標準戶型更細絕同區單位 啟德區主要分為兩個區域 一個是城中心 一個是跑道區 城中心的一手供應量比較少 而跑道區的供應量比較多 所以接下來會繼續出售 跑道區的樓花和燃樓項目 啟德作為香港最大市區重建計劃 由昔日的機場發展成現時的住宅商業綜合社區 內地的專才主要喜歡啟德 車站廣場的大草地、水池和公園 啟德區屬於34河文田的名校網 另外啟德站屬於香港地鐵圓線的正中心 所以啟德區去香港各區的地方都很方便 加上現在有現有的ARSI商場 接下來九月開幕的崇江百貨商指塔 再來未來體育園的K11購物館 這些相對提升到這個區的生活質素 所以內地專才都會比較喜歡這一區 啟德設施日見完善 其中耗資與300億元興建的啟德體育園區 將於明年上半年落成 提供更多娛樂、看樂體驗設施 當中啟德零售館將混集超過200間店舖 除了獲得多個潮流運動品牌進駐 近有與70間人氣食市組成的九龍東最強美食海灣 同樣明年通車的還有4.7公里長的中九龍幹線 日後通往西九龍高鐵站 預期只需要8分鐘將會更方便 區內的租金持續上升 現在啟德區一房租金大概是18000至19000元左右 兩房租金大概是20000至25000元左右 兩房租金大概是35000至45000元左右 二手買賣方面 一手的發展商都推出很多不同的優惠和減價 令二手市場都有少許的壓力 個別有些啟德業主就會劈價形式出售 所以最近的成交普遍都是平手或者蝕樣離場 現時啟德區設有大型商場AirSide 面積達70萬平方呎 有大量國際品牌進駐 以及過萬呎的美食廣場 滿足區內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商場設有全新MCL AirSide戲院 設有7間影院 超過900個座位 平時放假可以和家人一起看電影 共享天輪之羅 現在和大家一起看示範單位 來囉 並且在旁邊 請期待 請期待